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是来了一个小插曲 讲到篡线化的时候 咱们介绍一下阶层格式 将数足也稍稍篡篡线化一下 对不对 也是咱们在开发中经常用到的 那这节课咱们再回到模子方法 来看一下这个模子方法 那这个模子方法 其实用的地方并不多 听懂吧 但是在一些开人产品就有用到的地方 所以咱也稍稍说一下 那大家也作为一个了解的内容 好吧 来我们看一下 在学这个模子方法之前 咱们得先学几个函数 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模子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介绍几个什么函数呢 比如说咱们先介绍一个 第一个 EVL这个函数 这函数是干嘛的呢 这函数是检查 检查 并执行 PP代码的 什么叫检查并执行PP代码的呢 只要是PP代码 咱们说了是直接运行的 不是一个字幕串对不对 那如果咱们在编程的时候 为了更好的去组合一些代码 都是玩字幕串 但是做好的呢 比如说这个 一个字幕串 这里边 在字幕串这里边 你看 我I扣一个 这里边是不是有个字幕串啊 有个ABC 你看一下 这里边完整字幕串里边 是不是合法的PP代码 是不是输出一个字幕串 对不对 但是这一块我现在 如果输出到 STR的话 是不是输出的是IQABC 而不是输出ABC的值 对不对 输出的是IQABC 不是ABC的值 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看 如果我们这么去写EVL 把这个字幕串放进来 那这个字幕串 如果是合法的PP代码 他说检查是不是合法的 如果是合法的并执行它 对不对 它这个EVL相当于一个PP的解析器 解析这个字幕串 这个字幕串是合法PP代码 是不是解析到了 解析要执行这个代码的话 是不是就像那输出ABC 对 是不是结果叫ABC 所以这个函数 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 检查并执行PP代码 所以咱们为了完成开发的目的 一些效果 经常会把一些代码 变成字幕串 因为字幕串 可以很好地完成分割 匹配插手替换 对不对 形成一段完美的PP代码 然后得运行它 用EVL一运行的 就可以执行了 这种啊 这是咱们第一个 介绍的一个函数 那咱们来介绍两个函数 记不记得 妹子记不记得 咱们其实学个微大部分 这个函数 记得吧 对 输出 打印什么 格式兮兮的 对不对 那现在比如说我这样做 这样做 生命一个数读 A-R-A-Y 里边随便写几个 比如Y对应的是E 对吧 2对应的是一个字符串的 2 对吧 然后THRE3 或者是 这儿是吧 THRE3 对应的是 33 这个是不是一个数字而已啊 我如果用微大部分打印 你看 到了北 打印的结果 是不是 看到尺寸了 然后看到里边数据了 也看到每个数据什么类型了 是字符串看不到长度了 对不对 那这个只是结构信息 用微大部分打印这个结构信息 是合法的P2P代码了 不是 比如说打印的虽然是数据信息 但是这是真正数据该用到的语法吗 不是 所以呢 咱们既想打印出来 又想要的是合法的P2P代码 怎么办呢 咱们寻另外一个 还是 V EXP代码 你看 我同样的代码 我输出一个换行 看到了 然后用VR加为EX P代码 用这个也能打印各个类型的信息 但是呢 它会把信息转成合法的 你看这个 是不是合法的数据的结构数据 对吧 没有上面所说的什么类型信息啊 尺寸细细长度信息对不对 对 是不是这样 那这个如果我给它付给一个变量的话 导入虎 比如说 那这个变量是什么类型啊 导入肥 因为它现在负还负不了 因为它是直接就输出了 想它有反规值的话 我们用第二个参数 这样的话 这个函数就不输出了 你看一下 原来是不是输出的 现在这个函数不输出了 耳是什么 耳是把这个结构信息并不是输出 跟刚才输出一样的信息 反而给自乎串会给它变量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直接如果打印它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数据 耳是一个自乎串 是不是自乎串 自乎串里存的是数据结构信息 对不对 而我们要想的是一个数据 怎么办呢 你看 这块这个 我用EVAL 是不是它是一个正确的自乎串了 我里边声明一个变量 B 等于连接一个这个自乎串 对吧 再连接一个 是变量后面对我翻号 再回来 你看 是不是就把这个 获取到的这个打印的这个结构信息 付给一个变量 本身是不是一个自乎串 而这个自乎串一执行 是不是就相当于把那个数据给变量这个执行了 那我这边再打印刀入B 你看就是一个数据 是不是数据了 所以这个刀入B是不是就可以像数据一样去绑了 B里边的下方 比如说万 数据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 是不是一的结构 理解这个问题吧 嗯 所以呢 我们要记住 E为R 它本身反过来的结构导出来的 把这个数据导出来的是个自乎串 对吧 虽然这个自乎串的内容是个数据 但是毕竟是个自乎串 把这个自乎串和这变量结构还是个自乎串 但是现在这个自乎串一执行就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就变成数据不给变量了 然后咱们就可以当变量法了 对吧 嗯 那这几个目的 咱们并不是学这个 我先给你保存一下 W2.p 保存一下 我们既然了解这个函数干嘛的了 我们首先这几个时候我们要学的是一个模式方法 这个方法 对不对 那这个方法是干嘛的呢 比如说我们这话是前面当一直用的破存对象 对不对 我们把它 P等于 New person 里边我们放上 比如说张三 二十 男 对吧 看一下 我们这样做可不可以呢 用V大拨打印一下 刚才咱是用数据做实验 现在我用V大拨是不是可以打印这个对象的结构信息啊 你看 是不是对象的结构信息 对吧 而如果我用这个呢 是不是也是对象的结构信息 对吧 但导出的是什么信息啊 字无串的结构信息 你看 是不是输出的是这个字无串 也是跟刚才一样的游行 只是没有那些什么尺寸呢 类型的说明 对不对 如果把这个付给一个变量的话 WB 对吧 那这个B就是一个变量 但是我想付给变量的话 不要它输出 是不是加第二参数处啊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输出结果 是不是还是这个字无串信息 对吧 那这个字无串信息 是否得让它执行 它才能是一个对象的结构 不执行 是不是就字无串的结构 对不对 那想让它执行 怎么办呢 把这个 连接上这个 后边 本身是一个合法的语法 连上这个 然后扩回来 用 EVAL执行一下 看到了 执行完之后 这个B什么类型了 是不是对象类型了 导入B 你看一下 这个对象类型 是不是就把这个导出的字无串 对吧 又把它执行了 又变成对象了 对不对 跟原来的对象结果是一样的 这块 啊 没有定义那个方法 你看 这样现在导师就不用我导了 对不对 为什么不用我导了 因为 它需要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只有加一个 模式方法 杠杠 SITE STE 这个模式方法 才让我去导 知道吗 所以这个模式方法 什么时候自动都要用 这个杠杠 SITE 然后STE 这个方法 什么时候都要用了 就是在使用 就是在使用 什么 VR 下方线ES PURRT 这个方法时 使用这个方法时 导出 一个类的信息时 自动调用的方法 看到了吗 使用它 方法时导出一个类的信息的时候 自动 对吧 那不加它的话 你这个类的信息就导出来 清楚吗 那我们现在加上这个方法了 而这个方法 咱们是有强制要求的 什么要求呢 必须有一个数据参数 一会儿我再介绍 是吧 必须有数据参数 这个方法必须是静态的 清楚吗 而且必须是公有结构 你看 我现在加上这个方法了 然后 我在使用这个导出 这个P对象结构的时候 那就是 这里边返回什么 值 导出的结构就是什么呀 我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自动调用它了 我输出一行一 咱首先说 导出的时候 对吧 是不是自动调用这个方法 先看这上一数没数出 如果输出了 说明是不是自动调用它了 来 我看一下 你看不出错了 是不是自动调用了 但是结构导出来了吗 没有 那怎么办 这里边返回什么信息 每天 一号A 你看 返回什么信息 那这块就导出什么 什么信息 看到了吧 现在我返回的什么 返回的是不是一号A 对吧 返回的是一号A 那是不是就把A做不算给B 一执行 是不是就是B的值 等一号A 然后再输入B B是不是做不算的一号A 那是不是做不算的一号A 对吧 要知道这个结构 那我现在需要的是导出对象的结构 对不对 也就是导出这个对象 用的导出是一个什么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这么多 你有一个P 本身的一个P 你有一个Person 是本对象 传一个 张三 这叫李四吧 李四 30岁 比如说女 对吧 然后返回这个对象 你看 那我这块得导出来的 返回什么信息 这块导出是不是就这个类的结构 P这个对象的结构 对吧 然后把那个对象结构 付给了B B是不是就这里的 P那个对象结构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李四女这个 对吧 然后里边宿主什么结构 是不是都有了 李四对象里边是个框架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外面复值的时候 你看 既然有这个方法 比如说你直接跟反对象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原对象可以不动 你看 我直接P里边的 我给名字附上 李 小四 看到了 P 年龄 我现在怎么约 33 看到这个属性了吗 原来这个属性 是不是附给谁的 附给P的 这对象呢 对不对 现在既然有这模特方法了 这两个属性和值会传到ARR里面 所以我在这会儿你看 打印一下 这里边的ARR 干嘛 然后你看一下 负值的属性传不传进来 你看 是不是名字是李小四 年龄是33 姓名是男 原来只是没变 对吧 那现在 这个对象变了 你看 我如果在这里边 让这个新对象发生变化 我只需要 知道这个数据 擦拥是干嘛的了吧 你直接给属性 复值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 传到这个对象里边去 传到对模特方法里边去 所以现在这里边 P里边的内蒙 可不可以等于 dl AR里边传过来的内蒙 是不是外边复值 就给这句样复值了 dl P里边的年龄 等于dl AR里边的年龄 这有点不太好理解 大家可以多做几个实验 去看一下 这个属性和值 这个属性和值 就把它传到这个里边了 然后咱把这个新对象 是不是附上这个属性和值的 P 然后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看是不是第一小次33 对吧 当然原对象也是被改变了 你这时候改变是原对象 新对象 是不是两个一起都改变了 对吧 那这个模特方法 什么时候自动调用知道了 就是在使用 它导除对象的时候 来自动调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课件上的一些信息介绍 首先咱们得先了解 这个函数对不对 那这个函数呢 返回传递给该函数变量的结构信息 结构信息是个动态 和它是类似的 为大模是类似的 不同的是呢 返回表示合法的PP代码 合法PP代码就可以用EVL执行 对吧 把那结构信息执行 而为大模返回的不是合法PP代码 存结构信息 一些说明的信息 对吧 所以它必须返回代码 也是说它们代码可以直接作为PP负负给变量 因为EVL执行的 而这变量会取得和它一样的类型的值得在 然后这个 刚刚赛的就是用它输出一个对象的时候 对吧 它会被自动调用 导出类的时候 输出的内容呢 以模索方法返回的值为主 对吧 你可以自己定义了 不一定就是原对象 对吧 如果不用它的话 你怎么导出怎么输出的话 是不是原对象的信息啊 而这是你可以自己定义这个对象 被导出的心理结构 对吧 目的就在这 用它的地方也太多 但是有些开源的地方不用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两点什么呢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怎么 这个静态方法被调用 所以呢 这个方法必须是静态的 就知道吗 然后呢 还有一个数组参数 这数组参数就是你在 直接为这个类的对象 复值的时候 会把这个属性和名传进来 就这个目的 这就是咱们 这个了解的一个模式 这不是用重点掌握的一个模式方法 就介绍到这话 好吧 大家看过就可以 用的就是不太多 好 谢谢大家 这一刻就介绍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